白露明天就要开拍了,她的粉丝们都很期待。 对中国电视剧迷来说,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发展, 备受期待的电视剧《横门湖》即将开始拍摄, 主演是深受喜爱的白露。 这一消息激发了粉丝和行业内部人士的极大热情, 因为该剧极高调的演员阵容和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 白露,一位因其精湛演技和经验外貌而闻名的著名女演员, 已经抵达拍摄地点,全面准备好了开始制作。 她对自己的公益和新角色的投入, 只是增加了围绕该系列的期待。 该女演员的粉丝通过准备横幅和口号, 显示了她们对她和整个剧组的巨大支持和爱意, 热切地等待着祝愿她和整个剧组拍摄第一天顺利成功。 来自粉丝的这种温暖举动, 凸显了白露所拥有的深厚爱戴和钦佩。 也许有人不知道白露元将与曾顺兮演对手戏, 曾顺兮是一位因潜力和魅力而受到钦佩的后起之秀。 白露和曾顺兮的搭档受到粉丝和评论家的高度期待, 因为两位演员都因其才能和荧幕化学反应而受到赞誉。 白露因其演技技巧和经验外观而受到敬仰, 而曾顺兮则以其潜力和对角色的投入捕获了观众的心。 这对动力组合承诺将提供引人入胜的表演, 并以难忘的方式讲述横门湖的故事。 有趣的是,白露和曾顺兮之间的合作是由白露本人推荐的, 如该系列的编剧于郑所透露。 白露建议选用曾顺兮并对他们之间的优秀关系发表评论, 这只是增加了对该系列的期待。 于郑的披露激发了粉丝的兴奋, 许多人表达了他们渴望看到两位主演之间的化学反映在屏幕上展开的热情。 横门湖不仅仅是一部电视剧, 它代表了才华、奉献和粉丝支持的汇聚。 白露在提供吸引人表演方面的良好记录, 以及曾顺兮的伟大潜力的结合, 为该系列设定了高期望值。 粉丝们期待看到他们在荧幕上的合作伙伴关系 如何转化为一个难忘和吸引人的叙述。 该系列还标志着中国电视的一个重要时刻, 展示了该行业将才华横溢的演员和创意思维汇聚在一起, 创造出真正特别的东西的能力。 随着横门湖准备开始其拍摄旅程, 粉丝的兴奋, 演职人员的投入和有希望的故。 事情节都表明, 这个系列有望成为一个巨大的成功。 随着横门湖的制作正式开始, 所有的目光都将聚焦于白露、 曾顺息和整个剧组背后的团队。 凭借着高度的期望和粉丝的坚定支持, 该系列预计将吸引观众, 并在中国电视剧领域留下持久的影响。 林更新林云早期采访曝光, 回忆满满。 时间的流逝常常带来一种怀旧之情, 对曾经感觉无限延伸的瞬间的向往。 回想起八年前首播的武神赵子龙, 人们不由自主地被带回到一个时代, 那时的空气充满了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和林更新, 林云而出色的表演所吸引。 这部剧以其丰富的历史戏剧和浪漫情感构成了一段电视时代, 讲述了故事叙述和角色塑造至关重要的时期, 对观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林更新对赵子龙的诠释不仅仅是屏幕上的一个角色, 他是一个从历史的编年史中复活的英雄, 充满了勇敢、忠诚和坚定的精神。 他能够将这样一个复杂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来, 具备了该角色所需的所有英雄主义和人性, 这充分显示了他的敬业精神和才华。 另一方面,林云对夏侯轻仪的刻画式平衡和深度的典范。 他呈现了一个既温柔又聪明的角色, 展示了一种与赵子龙的英雄主义相辅相成的力量。 他们之间的化学反应不仅令人信服, 而且是可以感知的, 创造了一个在屏幕上的关系,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林更新和林云之间的协同作用不仅限于角色的界限。 早期的采访透露出他们之间的互动, 暗示了在快节奏的电视世界中 罕见的同志情谊和相互尊重。 他们对角色的讨论不仅表明了 他们对所扮演角色的理解, 还洞察了他们描绘的时代。 这种专业水准和对工作的奉献精神 在他们角色的无缝刻画中显而易见, 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他们的表演 不仅仅是行为, 而是对所扮演角色的致敬。 这些采访不仅仅是宣传材料, 他们是窥视两位处于事业巅峰的 杰出演员内心世界的窗口。 他们互动的真实性, 充满了共享笑声和见解, 为观众展示了通过共同创造 努力形成的深厚纽带。 即使在屏幕外, 这种纽带也提升了他们的表演, 为该系列带来了额外的真实感。 在戏装剧的领域 武神赵子龙不仅因其制作价值 和叙事深度而脱颖而出, 还因其主演们投入其中的心血而著称。 这部剧之所以成为经典, 不仅仅因为他的历史背景或戏剧性的情节转折, 而是因为他由完全投入于将角色眼活的演员们扛起, 这些演员尊重他们所讲述的故事和他们所代表的历史。 回顾林更新和林允在武神赵子龙中的旅程, 人们不禁对他们工作的永恒性新生敬意。 他们的表演, 加上他们在屏幕外的关系和职业精神的支持, 为一部超越时空和地理界线的系列做出了贡献。 当粉丝们回顾起他们早期的采访时, 充满了回忆和笑声, 可以清楚地看到武神赵子龙的传奇, 不仅仅在于他所讲述的故事, 而且在于其主演们真诚的情感联系和对工作的奉献。 武神赵子龙的持久魅力, 凸显了林更新和林允儿的杰出表演, 不仅仅是通过历史叙事的一次片段式旅程, 它代表了一个重要的文化遗产, 即使在首播多年后, 仍与观众产生共鸣。 这部剧通过探索勇敢、 忠诚以及人类情感的复杂性等主题, 超越了单纯的娱乐, 成为了反映永恒人类价值的反思之境。 林更新和林允儿的早期访谈 现在再次浮出水面, 不仅为粉丝们提供了一次怀旧之旅, 而且也是理解演员与角色之间深度联系的关键部分。 这些访谈揭示了每个场景背后的深思熟虑, 对细节的精心关注, 以及他们对所扮演的历史人物的深刻尊重。 这提醒了我们角色发展的严格过程, 以及演员为确保他们的表演对故事, 做出正义所做出的个人牺牲。 此外, 更新和允儿在镜头外的明显化学反应, 显著地贡献了他们在屏幕上的魔法。 这是对他们专业精神和奉献精神的证明, 他们能够建立如此强烈的联系, 将他们镜头外的友谊转化为引人入胜, 可信的表演。 这种动态, 如此生动地捕捉到, 为他们角色之间的关系增添了一层真实性, 使观众对他们的故事情节投资更加深厚。 总之, 通过主演的早期访谈和表演对武神赵子龙的反思, 不仅仅是一次回顾过去的旅程, 这是对故事讲述中艺术性和人类联系核心的认可。 林更新和林允儿, 通过他们的奉献和才华, 已经在电视剧世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提醒我们好的故事讲述的永恒力量, 和体现最佳人类美德的角色的持久吸引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